一定要懂得 心里深谙记得 我们来生比这一生更好 这就是聪明人 这叫有智慧的人 来生最好是到极乐世界去修复 实际上到极乐世界 决定成佛 那是好到究竟圆满了 我们这一生遇到这个云 这个云不容易语得 诸位想想看 今天世界上 人口总数大概七十多亿 这七十多亿人 我们同时生在地球上 极分之极 听到佛法 少数啊 我们自己是没有调查过 听说宗教界的统计 全世界 全世界 学佛的人 大概只有五亿多人 七十亿只有五亿人 闻到佛法的人 这五亿人当中 又有几分之极 闻到正法 闻到正法的里面 再问有几分之极 听到净土 你一层一层淘汰下来 真的没有结果 然后才晓得我们多幸运了 多难得了 珍惜这个缘分 得来不容易啊 来生纵然 再到人间来投胎 就说人 未必闻到佛法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人身难得 佛法难闻 是真话 不是假话 我们佛法有什么可归 有脱离六道 脱离舍法界的机会 有这个机会 不问佛法 没这个机会 来生还要搞 六道轮回 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我们遇到这个机会 不能轻易把它放过 所以 没有能力往生 就不能死 那死了就不得了 有把握往生死 可以 到极乐世界去了 要把这一桩事情 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 第一桩大死 其他的是小死 其他的无所谓 那这就是真的学佛了 真学佛 少中之少 那么咱能听到这部信 读到这部信 少之又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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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